大家好,我是Fay 我是Bobby 今天我們會跟大家聊一聊 有兩宗新聞都幾大件事 就是發生在長沙灣 大大鑊 大鑊了大鑊了,這次 這次不行了 有兩宗,第一宗是關於狗巴撞伯 傾側了整個車 第二宗是屋邨的倫常斬人血案 你以為彩天縫好像很可怕 其實我想香港很多時候發生斬人案 或者家暴案 一宗未完一宗又誕生 其實隔幾年就有一宗大事發生 是關壓力事還是社會風氣事 第一宗,我們先講講狗巴的案件 今天在長沙灣呈長到 今天早上有巴士失事 今天撞薄傾側 連同巴士車長 全車人大約有77人 當中上層有55名乘客被困 消防,幸好他們及時可以去到 固定了車身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 逐一將他們救出來 44個人受傷送丸 我們有條片 我會放在這裡,大家可以先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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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是要在行為中間 是啊 你早上九點四十二分可能有很多車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有大批的救護人員 在場協助 早上十點五十分 消防員就將工具承索 那 一定要固定車子 是不是 如果不是上面的人可能再移動幾次 真的整架車會翻側 沒錯 那固定了之後 再把上層的乘客揪出來 下面那些其實全部都離開了 也有訪問一些乘客 說那時巴士車竹其實正不正常 有沒有很快 他說其實是正常的 想不到是突然間失事 所以也有一個傳言說 其實司機是不是因為他昏迷 或者不舒服 所以突然間出事呢 警方也有說 車長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現在調查他的駕駛態度是什麼 他過往有沒有犯過什麼記錄 精神狀態 當時車速 車長也很慘 說真的這些事情發生沒有人想的 看看什麼事 如果他喝醉了酒 你喝醉了酒 你9點多喝酒 如果你是9點多喝酒 前一晚 還要上班 你射球吧 如果你不舒服的話 九巴那裡有回應 他就說今天9點半左右 知道這件事之後 涉嫌車長有超過兩年的駕駛相關路線的經驗 前日18號應該是他的休息日 今早6點40分 第一班車就出了 試法這個就是第二個班辭 涉事的巴士也在上星期四 完成了定期的檢測 這裏又誕生了另外一個問題 之前也有幾個 我記得一年前也有巴士問題 連年都有巴士問題 即是狀態 會不會是香港的巴士制度有些問題呢 巴士制度 即是你說是不是太累了 即是太累了 上班太長了 或者巴士路線太長了 即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一向都有工時太長的問題 如果你說平時你是在辦辦公室那些 如果你是自己有什麼事 起碼都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但是如果你是做司機的話 就很大影響了 辦公室 或者你身體出事 或者你當場暈倒的影響力 沒有做一個巴士司機 或者是地鐵的一個車長影響那麼大 我自己很多朋友在香港 個個都會開OT 是的 個個都是我認識的 所以基本上香港有一個OT文化 是的 那你不排除這些司機都會有 當然是吧 是的 那他們就說 哈哈哈哈 OT就要多出一點錢給你 不過基本上 就趕到你好像沒得選擇 我覺得不只OT文化是需要調整 即是九巴的話 應該是否可能連他們的工作時間 那些是否太過多 太過長 又或者是巴士與巴士之間的休息夠不夠 是的 而且他們說前天的休息 那昨天呢 那是什麼間 昨天或者是上夜追蹤 那些很麻煩 香港人都不出奇 那些經常都很流行 是的 尤其你駕巴士 你來來回回 你經常看著景是同一個景 會很睏 對 一睏睏睏 還有你會不會是精神有點不舒服呢 嗯 是吧 因為你長期駕同一個路線來回來回 所以我覺得你中間休息那段時間要夠長 是的 我以前是做過滴滴 那我是要做駕船那個 那他又有分什麼中文英文普通話 那樣 但是呢 你做完一輪船之後呢 你會再輪不同的姿勢 這樣輪完之後會再休息的 但是其實呢 我去那份工作我也覺得 精神狀態很辛苦 因為我不停駕駛那一輛船呢 不停看著同一個景 不停趕著差不多的東西 我覺得很辛苦 是那個精神壓力大 真的是你身體上的那種 辛苦 那些人就會說 上班是這樣的啦 是嗎 是 是這樣的 但是 但是不代表每個人接受到的嘛 或者你會覺得上班是這樣的 去到一個年紀 你可以看到很多巴士 這裡有多少歲 有司機嗎 沒有說啊 沒有那麼多話說 不過你也看到很多駕駛巴士的那些 都上了中年 是中年 或者是老的一輩子 40歲 是啊 所以其實你想想有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嗯 兩天不用睡都沒問題的 現在一到12點 哇 眼睡到PK 那你又不要兩天都不睡 那時候我可以這樣嘛 那時候 現在一眼睡就不行 真的要睡 很不行 有些年輕人都不行的 超過的 有些處死的 如果想勉強不睡 我都會不知不覺的 又會欺負 嗯 真的覺得你今天進入了中年 鬧了 鬧了鬧了 是啊 睡了 沒事的 是啊 另外一宗就是 都是在長沙環發生的 今天就是這個斬人血案 長沙環 很不吉利啊 2023年 是啊 今天20日 清晨5時35分 在一個海麗村海和樓的一名女住戶報案 就說她70多歲的爸爸砍傷她媽媽的 母女兩個人都有中刀 以及鼻林滾水 哇 怎麼搞的啊 神經病 身體多處受傷 血流了很多 他們很害怕 反鎖自己在房間報名 嗯 警方接報之後 通知消防局到場 破 就是打爛到門了 發現單位裏面一家三口 救護員呢 就幫這個母女 即場幫他們 看看急救 哪些地方要幫你 敷藥 就馬上送去瑪莉醫院到治理 斬人72歲的男子 就涉嫌雙人被捕 就是被人用黑布 套住 打去警署 那為什麼要斬呢 那懷疑 現場消息就指 被捕男子 就覺得他老婆 就是有出軌的 對 被陸莫去戴 雙方爭執 期間又揮一賽刀 狂斬他兩母女 喂大哥 這樣斬個媽媽 你為什麼要斬個女 是啊 現在是他媽媽出軌 是不是 是啊 是吧 嘩 他懷疑他媽媽 他老婆出軌 懷疑而已 他老婆不是很傻嗎 多少歲啊 我怎麼知道 這裡有說 那個老爸72歲 老婆也72 唉 女兒48 大哥 大哥 你們加起來 真的 多少歲 有沒有200歲 超過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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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厲害了 是啊 我心想 大哥 你這麼大年紀 還搞這樣的事情 你老婆72 你都覺得他在外面 勾佬 不是吧 不是 你老婆72 如果你覺得他勾佬 他勾到 你都應該拍手掌 拍完手掌 是嗎 喂大哥 你72 你真的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都老年 你是不是老年才來坐牢 老年才搞這些 什麼 虛修味 大哥 我覺得呢 每個人關於婚姻 這個其實我想再開到一個 topic 因為我看了一些案件的分析 這幾天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人都是因為 有小三 又或者是感情上的糾紛 是很容易導致有殺人案發生 精神問題 你想想 如果這兩母女她沒有犯 所以自己在房間裡 可能已經死了 結束了 因為她那一刻 那個人的精神已經失常了 而且你幸好她是72歲 因為她如果再年輕一點 再大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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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精力 幸好她72歲 幸好她的女兒在那裡 如果不然她媽媽已經死了 她女兒都48歲了 嘩 嘩 她試法的時候 是用一個18厘米長的菜刀 斬向她兩母女 嗯 之後還要淋這個滾水 唉 你看她變態 你如果上01度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這些相片 是敷著面膜 整身血 這樣做在那裡 很慘 看到在救護車上面 我給大家 或者我放在那個 Cover的圖上給你們看 嗯 有那些單位的照片 這個屋邨是一個 都很新的屋邨 挺新的 對 看看 沒有 那些警察都是帶走那些 熱水壺 刀啊 刀啊 這些 你看媽媽 你現在坐牢 我還探不探望你 你說女兒? 我女兒和老母 我探不探望你 你又斬我那個 我又要探望你 對嗎 嗯 唉 OK 警察呢 去到現在 抱歉我們再說詳細一點 因為這裡又再說了 消息指 護主的女兒 48歲的傷者 結婚之後 已經搬來單位 留下爸爸媽媽 兩個人在裡面住 他們兩個的關係 其實一般 昨天就是她媽媽的生日 所以女兒就回到娘家 跟爸爸媽媽生日 慶祝 生日才想拿她的命 對 並且留下了 跟她們住一晚 跟媽媽睡在床上 期間其實沒有吵架 什麼都沒有 直到清晨五點幾 兩母女就快睡一會 突然覺得 為何有滾水淋下來 這樣 驚醒了 一起來看到爸爸 手拿著菜刀狂斬他們 然後他們兩個受傷 合力 就是 拿著那把刀 希望不要她再斬下來 然後把她爸爸一起推出房間外面 反鎖 立即報警 那 南湖主義也有報警 說自己有斬傷 但沒有女兒 我知道 我想我猜到 你說 她的女兒 特意這天過來 跟她媽媽睡 那她爸爸是有陰謀 不是 她以為 她基本上 她爸爸已經失常 想事不正常 到72歲 或者迷迷糊糊糊 她以為她躺在旁邊的人 是另一條腦 不會吧 或者是 不是吧 我也有個陰謀論 會不會她特意讓她的女兒回來 一次過斬殺 然後再自殺 否則她不會自己報警 她可能是想著大家一起攬炒 嗯 有兩個可能性 我覺得 或者是她 女兒都搬出去了 特意有個人回來 她沒有理由不知道 她的女兒跟她媽媽一起睡 會不會有人 除非她的腦子有精神問題 或者有Dementia 就是這些 有些老人痴 或者幻想 對 她忘記了她的女兒 嗯 而且她又有少少 一向都覺得 或者很年輕的時候 她媽媽 或者真的有出過 不知道這些 就是這些背景 可以是 這個月之後再看 當然 不過或者有這個可能性 她有這條刺 推測推測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她老婆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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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給她一個陸母去帶 對 然後她有這些精神狀態 她又忘記了她的女兒 又來了家 總之看到一個人在 就很生氣 或者是這樣 哇 但也很大人害怕 那麼 到警方去到現場 當然救出她母女 他們身上是有 辣傷了 嗯 頭部啊 手腳都有刀傷 送去醫院 那 據了解 每個人都沒有家庭暴力紀錄 昨晚一起慶祝生日的時候 程序也很平復 不知道現在 突然這樣 就是了 有時候火遮眼 原來什麼都聽不到 OK 我的照片我都會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因為這些斬刑案 其實原來有很多 幾乎在香港每個月都有 是不是香港有刀這些 是太過容易被人拿到的 嗯 遲早 遲早好像大陸這樣 就是你買刀 你也要有實名登記 是啊 是啊 太恐怖了 我看新聞幾乎每個月 都有用刀斬人的案例 嗯 之前年月份 又有說 菜蕩 三角戀 又斬人 唉 然後有另外一個 又是你圓門村 有個七十幾歲的阿伯 又是斬人 我被人斬 56歲的老婆 斬她 對 老公斬老婆 老婆斬老公 其實社會 現在已經壞了 真的會冤孽 劉華華西 社會壞了 我肥了 最近 社會令到我肥 社會令到你肥 對 好吃好住 世界令我肥 好 我們今天講到你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